污染,江河的污染,还有一些危害性的污染的这种 过去西方可能都是到发展中国家去加工 现在的话逐渐改变这个模式的话我们需要的是技术 但我们现在就是到国外来找技术 中国的话目前建立了有60多家海外科技园在全国 60多家海外科技园都是希望申请海规们回来创业 各家都有各家的高招 希望他们创业那就给了很多优惠的政策 很多的优惠的条件 他们创业的过程的话可能有一部分是自己创业 有一部分政府也希望他们走向领导工作岗位 走向管理的这种工作岗位 这个里面我觉得他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人 能够在他当地的在经济的新的发展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是很多开发区也好 刘贴生创业员也好 另外他们能确实能为当地的经济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里面可能或多或少的 有一些就是相对你说的这种潮流 大家都这么做 人家都吸引了这么多 可能有些市场就说我这有一个海归就行了 可能我们经济中小城市这个市就可能就能拉动起来 确实有这样的利益 所以说在这样的过程中 就说从政府来讲 也希望有一些政绩业绩 这个方面也确实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好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听众和观众 我们继续接电话 天津的观众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天津张先生 主持人你好 请讲 专家好 是这样的就是关于海归这个问题呢 我有一些比较就是直接的一些经验 因为我曾经遇到一些人就是海归他回来之前的是躊躇满志 对这个很有抱负在觉得在国外学了很多年 然后回来以后呢会有一番作为 可是回来以后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就会发现情况不太一样 实践咱们直截了当的说就是 毕竟中国的国内的环境跟他受教育的 比如说在海外 比如说在美国受教育的环境 有很大的不同 特别是这个他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话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回来以后在美国内受那种教育以后 尽管学了很多年很出色 成绩很优秀 但回来以后呢 往后就发现有很多不适应 有很多不适应 结果出现两种极端 一种极端就是 他除非适应了中国 这个目前的政治体制和这个现状 他才能发挥他作用 结果他就改变了很多 几乎呢就从美国学内东西以后呢 他用不上了 他得自我调整一下才能用 还有一端就是 还有一种呢就是走另一个极端了 他适应不了 回来以后结果有些企业 高薪聘请这样的人才以后 就发现好长时间 双方磨合不到一块去 发挥不了作用 这是个问题 所以这点呢 我也探的 也跟朋友探讨我一些 怎么办呢 就是就是是否在这个 引进这方面人才 或者就是美国 其实有没有这种可能 就是针对中国现在的这个 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这些特点 有针对性的 不能完全就是照着美国模式 来培养这种人才 就针对目前中国的这种现状 其实中国现在呢 也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 他需要就是 经济体制改革 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 现在呢 已经感觉到 政治体制 对经济体制 起不到促进的作用 甚至起到阻碍的作用 那么就是现在 政治体制改革 这话题很敏感 但是已经明显的感觉到 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这方面 做一些工作了 所以单纯的引进 这个技术人才的话呢 往往我觉得只是 治标不能治本 那么怎么在就是 帮助中国的 现在就是这种 目前这种政治体制进行 它就一些需要的那种 哪怕是改良也好 改革也好呢 在这方面多做一些研究 针对性的 迎接一些人才 或者针对性的 又针对性培养一些 适应中国现状的一些人才 我觉得是当先所需要的 好 这就是我的观点 谢谢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 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们再来接一位 云南的李先生 云南李先生你好 你好 是我吗 是请讲 是这样 我是觉得 真正现在这些海归 它现在回来以后 我觉得不一定是政府 或者说国内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子 能够起到那种比较大的那种作用 就我接触的一些海归呢 他们大部分好像是 就是回来啊 好像基本上是出于一种无奈 就好像就是说 有点在国外没办法融入那种 融入他们那种社会 然后 然后就往回走 我感觉是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 他们真正能够起的作用 不一定会说 就是比国内 自己培养的那些人才 能够起的作用更大 好谢谢 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有 就是说 或多或少能够 让国内的这些人 了解一些国外的情话 我觉得他们的作用可能比较有限 好 谢谢云南李先生发表你的观点 刚才这两位啊 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好像对这个 所谓海归人员 回到中国以后 所能起到的作用 他们两人观点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好像 并不一定有那么大 你怎么看他们两人的观点 从我个人这个研究看 到政府部门 几乎作用都不很大 到政府的主管的大型企业 作用都不很大 为什么 在中国的话呢 可能呢 这个体制的问题 刚才这个体制的话呢 就是说 你不一定能说了算 虽然可能你是总经理 虽然你是这个部长 或者你是更高层的这个 这个领导 可能你不一定能够说了算 这个总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从科研方面 大学方面 那只可能呢 相对来说 你专业性很强的 可能会有一定的发言钱 这是在大学 科研机构啊 但是这个 可能能成功的 那就是自己创业 就是说 在这个方面的话 起的作用的话呢 也是确实呢 是这个蛮大的 所以说呢 很多人的话呢 现在看的话呢 还是找工作的 多一些 真正自己创业的话呢 这个确实像你说那样 这个25% 这个他不到 是吧 这个真正自己创业的 张庆先生 这个说到刚才 就是这个话题 就是在学术机构 大学或者研究机构 可能会更多的发挥一些作用 那么我也想 接着刚才这云南的李先生 提出来这些问题 他提出的观点 实际上在中国呢 有很多人 有这样的观点 说你这些海归 你们回来 并不是你真正的 就是爱国要回来 而是只不过是 你在海外 你混不下去了 你才回来的 那么有很多人有这种 特别是 这些海归人员 回到中国以后呢 享受到了一些 中国提供的一些 比较优惠的待遇以后 而造成了呢 这些海归人员 和当地就是所谓 自己培养的这些人才之间的 这种一些矛盾 一些摩擦 那么我在网上看到一个 是上海中科院系统 在上海的生命科学院的 营养所 一个人 发出去的一个 在网上发出去的 这样一封公开信 他这上面有名有姓 那我就不说这些人的名字 他说在他们这个营养所里边 有所谓的这些海归人员 十七个研究组的租长 那么这里头有八个人 这八个人呢 都是美国大学的全职教授 那么都让中国呢 按照中国有一个叫 长江学者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按照长江学者 所谓引进了海归 但实际这些人都是在那 挂一个名字 因为他是美国这边的全职教授 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 那他们只不过是拿到